2天 2天 蠻帅的 真的蠻像周润发的 你也有这一天 真是的 这样对我们 那我两个都没房子 把我的房子拿走 钱拿走 我们两个到现在在飘火 在租房子 像话嘛 这样对我 我不想来看你 知道不知道 是儿子一直想说 看爸爸的 哥不久不想见到你 你知道我有多痛恨你 早上的9点47 到了这里是哪里 新北中林寺 就是国君弟兄前辈们 安宁的地方 所以爸爸之前的职业是军人 新年级军人 哇所以 哦已经 在天堂了 是 是 第一次来这样的地方 我觉得好奇特 爸爸一定等你很久 我心里是这样想的 所以我第一次 来自己亲人修养的地方 是 所以我问一下爸爸 他后事是有人帮他办的吗 应该就是龙福处的人协助办理后事 就也不是他的情人 不是 邏輯上待会就会看到爸爸的照片 对 没错 天啊 等一下就要第一次看到 爸爸找出照片 我问一下 之前其实就有先找到爸爸的照片 对 就在骨灰罐上面 所以那个是唯一一张剩下的照片 目前找到的唯一一张 是 是 不好意思 谢谢 谢谢 蛮帅的 真的蛮像周润发的 是认真的吗 真的 眼睛蛮像周润发的 那你自己看到你觉得你跟妈妈像还比较像吗 好像是比较像妈妈是不是 你来看啊 好陌生的感觉 对 真的有像周润发的 生于民国13年 足于民国89年 想不到就是 就是 第一次见面就在这里 然后 这也是唯一一张照片 就完全没有任何印象 就零印象这样子 有点不可思议 好妈妈 要去看啊 不是为何说不能好吗 对啊 什么意思 你先不要看 你先闭眼睛 好妈妈 先不要看 妈妈有看过吗 有啊 快气死了 我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把我房子 还有我的家当都拿光 你有好结果吗 你到那边也不会好日子过 跟你讲 真是报应啊 对你这么好 你这样对我 那想把他送孤儿院 把儿子 那想烧死我们母子 你对吗 你也有这一天 真是的 这样对我们 那我两个都没房子 把我的房子拿走 钱拿走 我们两个到现在在飘火 在租房子 像话嘛 你这样对我 我不想来看你 知道不知道 是儿子一只才想说 看爸爸的 哥不就不想见到你 你知道我有多痛恨你 心里的难过 没有人知道 天哪一头雾水 看我妈更成这样 都不知道我爸 现在倒是在天堂的地狱 可不可以只听单方面说辞 可不可以 还是我妈是因为太爱她 爱到恨了 就是有时候太爱一个人 会导致 到最后会变成恨 真的是 爱与恨一面之间 天堂与地狱 一线之隔 谢谢伯哥 谢谢同仁们 虽然说寻人可能是真音色 在2%的内容而已 但是对我来说 已经是全部了 虽然没有见到他最后一面 但是能看到他的照片对我来说 已经很满足足够了 能看到他的照片对我来说 已经很满足足够了